字幕志愿者 李太元 Hello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去到尼泰原和汗南洞 這兩個地方 首先來看看汗南洞 汗南洞最近的地鐵站 就是六號線的汗江鎮站 在站一出去就是汗南洞範圍 大家好 現在我來到汗南洞 今天的行程就是看汗南洞 之後一直走過去李太元 因為這兩個區都是在旁邊的 所以一條路線走 就可以走半天 或者如果再慢慢走 花多點時間 甚至一天的行程都可以 汗南洞就有很多 特色的潮牌 或者是一些小cafe 等等的店 如果想放鬆地找一個地方去逛街 我覺得汗南洞很棒 說起汗南洞一定要扭起那首歌 所以今天就特地來汗南洞 看看它到底有什麼特別 值得大家去看 Let's go 汗南洞可以說是潮牌勝地 因為很多潮牌都會有分店在汗南洞 今天就跳過最出名的潮牌 介紹幾間我喜歡的 汗南洞店給大家 如果想吃韓國的Bagel 又不想排列 London Bagel Museum 就可以吃這間BBB的Bagel店 它在汗南洞有分店 不算很多人排隊 但也有很多不同的Bagel款式 味道都不錯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吃Bagel 也可以試試這間Bagel店 如果想買潮牌給朋友做手信 但覺得買衣服 不知道買什麼款好 建議大家可以來這個潮牌 MSMR買物送給朋友 他們的服務十分好 你在那裡選袋或選袋 它都會送杯茶給你 而且買的手信 它可以給你一個包裝盒和袋 整體來說 服務是VIP般 如果喜歡香水的話 Nonfiction的香水十分好 個人最喜歡就是 Don't forget me的這個香味 這次我特意去入伙 如果想要再特別一點的味道 我路過看到的這間香水店 他們的香水都不錯 除了在汗南洞購物之外 我也想推薦大家 去汗南洞的美術館 為大家介紹 位於汗南洞的三星美術館 Liu 他們有一些特別的展覽 也有一些行常的展覽 可以看的 我去那一期 剛好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展覽 裡面也是十分有趣 有很多有聲音 也有畫面的裝置藝術可以看的 這邊就是行常展廳 行常展廳大概有四層樓 沿著這個圓柱底的樓梯一直下去 他就可以欣賞這四層了 主要的展品都是三星的收藏品 有韓國的瓷熙 字畫 也有一些佛像 所以有各式各樣有趣的展品可以看的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走完整個美術館 如果喜歡看藝術的大家 一定不能錯過這個景點 之後我們一直沿著大馬路的方向 步行到離太原 今天想介紹給大家的cafe 就位於離太原與漢南洞之間 最近的方法就是由離太原2號出口這個位置 一直往前走大概走7分鐘的路程 直到你看到這間Gucci店 就在Gucci店旁邊的小路 轉上去就會看到這個啡色建築物 今天這間cafe就位於這裡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這間cafe 是17成員正漢曾經去過的cafe 整間cafe的設計是歐六封設計 大概有兩至三層左右 每一層的設計都不一樣 整體來說很大的環境 也坐得很舒服 食物也有不同種類 午餐、晚餐和茶餐吃的菜式都不同 而且價錢也十分合宜 由於我們是Tea Time來的原故 我們就試了他們的招牌咖啡和焦糖燉蛋 雖然我覺得咖啡有點太甜 但焦糖燉蛋就做得不錯 焦糖很薄薄脆 甜度又剛剛好 說起離太原 今次的重點就是來看離太原class的拍攝景點 劇中甜栗的1號點 其實就在酒吧街附近 在離太原站走出來 沿著斜路往上走 你就會看到甜栗的位置 當時甜栗的招牌還留在店外面 所以在粉絲一定要來打卡 至於男主角最盡每天跑步經過的這條天橋 就是在綠沙瓶站附近的天橋 這條橋在剛剛甜栗的店附近 走過去5分鐘左右的路程就會看到 在這條橋看過去可以看到遠處的藍山塔 可以說是打卡一流的景點 看完離太原class的景點 一於往經理團路走過去找地方吃飯 在經理團路這裡有一間十分大的餐廳 叫做藍山chemistry 它是一間酒吧餐廳的地方 店裡有各式各樣的手工啤 也包括韓國本地的手工啤 他們的菜單有很多不同的食物可以選擇 有主食也有小食 所以去那裡吃完晚餐也絕對夠飽 當中最棒的是他們屋頂的天台 他們屋頂天台有不少位置 如果是酒吧的客人都可以拿他們的食物和飲品上去坐 而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藍山塔 不用走過去解放村 就可以看到漂亮的藍山塔美景 我們這次沒有叫手工啤 只叫了簡單軟體飲 然後再叫了幾款小食和漢堡包一起分享 他們每一份食物份量都超大份 但味道也算不錯 很快就介紹完尼泰原和漢南東的景點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兩個地方如何呢 其實漢南東、梨泰原 甚至是旁邊的解放村也有很多東西看的 不論是餐廳、café、小店 或是潮牌的商店 也有很多很多可以讓大家繼續去探索的 我們下集再去看看其他的手藝景點 下集見 拜拜 這個是現代手藝百貨公司 在月二島這個地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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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